大家好,欢迎又花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Beta Serra 有新的更新 我们即管看看它有什么新的支持 之前我都有说过它有Beta Version 39 了 但仍然是有些问题,有些事情还未解决 以及还未稳定的 大家可能有试过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说什么 现在3月7日出了一个原整版的 主要有什么更新呢? 我最想看到它是RGL 有支持 和Steam Deck OLED 有支持 之前OLED 仍然有少少问题 现在应该解决了这些问题 它还有支持 Thunderbolt 3 和 USB 4 的 eGPU OK,这个也蛮好 这里有讲完的,其实有什么更新 我都会看看这个 它有说New TDP Setting to Adjust TDP Voltage 支持 Ryzen Mobile Series CPU 这个应该是RGLI 我之前说过,如果用Beta Serra 在Win 掌机上 就不能自己控制 TDP 电量可能不倒水那麽快 这次有得自己控制 应该是更好 它还主要是針对Ryzen Mobile Series 即是现在用RGL 这个已经是 现在的700U 整个都是 是的 还有什么 也有些观众经常问我 带盘有什么是否支持 这里已经说明了 多了这些带盘 还有这些带盘也有 还有些枪 好像也有更新的东西 大家详细可以 我不在这里续讲了 大家可以慢慢看 看起来 好像有很多东西 更新了 它还更新了一些 模擬器的更新 好像Retro Arch 已经用最新的 接着 Citra 它已经有了 如果大家下载不回Citra Panacella 就有了 那就 这些静静地说 大家自己在这里慢慢看 也有很多东西更新了 是的 那我就 反正都是它说 RGL work 我会测试一下 有人用我的 接着 顺便测试 Legion Go 行不行 接着 Steam Deck OLED 都会测试一下 我在RGL 就重新 一只 Banacella 跟大家一起做一做 在Steam Deck 就这样 update 那个 系统做 Version 39 是的 来到这个网站 我会在link下面 description 或者大家自己 按Banacella.org 我直接 按这个可以下载 但是按这个下载 应该是PC版 按下载 这个 就来到这些頁 PC Laptop 无论Win相机 都是用这个下载 Steam Deck 就要下载 这个 其他如果你有Pi5 那些都可以下载 这些 对 如此類推 或者下面这些 我这些不会试 今天只要试 这两个 OK 下载完 我们还需要一个软件 叫做 Blender Etcher 这个 我都不详细说了 大家 如果未下载 自己上网 Google 或者用我下面的link 就可以下载 下载 接着安装 就有这个 刚才下载 那个 Banacella 就需要用 WinWire 或者7SET 解压 解压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 现在我就示范 用USB 手指去拆一拆 Banacella 是 给我的 RGL 对 进来 不用管 USB 方便是什么 我们按 Flash From File 接着 选择 刚才我说的 我们下载 解压的 无论你是 Steam Deck 也好 是 Win 掌机也好 都是这样做 同一方法 但只是用一个不同的 Image 桶 我选择了这个 接着 Select Target 就选择你那个 USB 手指 我16GB 接着 Select 接着 Flash 就开始了 等它完成就可以了 期间可能会彈出 或者一些 Format 这些东西 完成了之后 它说Success 就可以关掉了 接着 你可以有两个方法 在你这些 掌机里 boot Banacella 都是有两个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 可以在Windows 里面 按 Search 按 Recovery Options 输入 Recovery Options 有了 接着 按 Advanced Startup 按 Restart Now 它会 reboot进来 这个画面 接着 选 Use a Device 接着 接着 不要管Betazera 因为我插了其他东西 你通常是选 Remove Removeable Device 这个 这样 它就会下降 第一次下降 Betazera 应该需要多一点时间 内心点等 Version 39 我今次是更新了 Kinhan之前的 Betazera硬盘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们 未买的也好 买了 又未更新的也好 都可以试试更新的 OK 操作 好像已经没问题了 一进来 OK 先查查 是的 39 OK 而这枕高 就可以按 开关键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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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开关键 有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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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进到这里 那我们去选择 boot menu 我们去选择 boot menu boot USB 第二个 第一次下降 有这些画面 有开关键 看来 这枕高 都可以 OK 真的boot 刚才音乐也有 没问题 但 螢幕已转移了 我试试这个键 可以吗 我试试 按 打开关键 打开关键 是不行的 触摸镜就有了 好 现在Block 手键 可以解决到 我先设计一下 我再转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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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枕高的手键 手键 试试一下 配搭 再转移一下 再转移一下 我再转移一下 这枕高 我再转移一下 这枕高 我再转移一下 拆一邊就可以,拆兩邊就不可以了 對,所以還是有點奇怪,暫時還不可以 但好像是用我這個按鈕就沒問題了 我隨便開遊戲試一下 對,沒問題的 對,只要你設定按鈕和轉圈 其實就沒什麼大問題 但就連不到它這個按鈕 我想要等它有新更新才能解決 那我就現在試試Steam Deck 好了,到Steam Deck 了 如果你想按Update 在這裏 你可以按Start按鈕 跟著Update & Download 再去Check for Update 之後 再去Start Update 跟著Start Update 那它就會找到 找到之後就可以按Update 等它完成 需要多一點時間 但有時候會斷 麻煩了 如果這個方法不行 我之前都有方法教大家如何Update 大家可以看回那一集 連結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對 好了,當你見到 Reboot to Apply 就可以 restart 了 跟著就應該搞定了 OK 那我們現在先試一下 然後開來 好幾乎 一天 連結會有較少數 而且就算了 切個封印 鼻子 放入鱼 放入鱼 黄忌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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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了RGL是沒問題的,Steam Deck 都沒問題的 這張高其實都玩得到的,只不過兩個Joy-Con 就 detect 不到 唯一只是拆一個時可以 detect 到的 這個有點奇怪,可能真的要有這張高之後做了更新才能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如果你是這張高又想用 Benazera 的話 可以插個無線手掣都可以,插個普通手掣有線手掣都可以 這樣就可以玩了 如果你不想做那麼多,我還是建議如果未是好的時候 就用RetroBatch 都沒問題的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不要like 還沒按訂閱的,還有訂閱的,再按鈴鐺小鈴鐺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少杯咖啡的話,歡迎透過支付我或者PayPal 或者加入我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 好,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拜拜